第四號就是棒球 也因為棒球 讓他們兩個連結在一起 做今天這麼重要的一件事 但是他們兩位過去在 大學研究所的時候 其實有更多的共通點 吳會長是哈佛大學法學碩士 庫理事長是 金州大學Water School的MBA 他們兩位的學長都在當美國總統 那我跟吳會長認識接觸比較少 從我在當校長 他在當縣長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接觸 但是開始比較多的密集接觸 是在四年前五年前 他準備要去擔任 中華職棒大聯盟的會長的時候 我們就在討論 台灣的棒球生態 跟中華職棒大聯盟 怎麼樣當他更好 那菇理事長是他去年上任之後 我比他晚一個月上任到提示 但是很快還沒有來得及 我去參加他就任典禮 他就先跑來提示 拜會在談一些棒球發展上 在放棋 他認為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那這段時間呢就是說 就像我上禮拜跟各位報告一樣 我充分的感受到 吳會長跟菇理事長兩個人 對於台灣棒球的發展 他們有三個共同的理念 第一就是一定是國家的利益 是最善未擺在第一 第二個他們會 就他們自己所可以發揮影響的範圍之內 去把柄做大 把棒球的柄做大 阿菇理事長就簽了兩個 這個奧運資格有關的賽事 在台灣舉辦 吳會長 這個督促我們這個體育署 把這個各級政府 投資職業事業的職法 完成公布之後 然後沒多久 第五隊就已經出來 很明顯就出來 大家都要把柄做大 然後呢彼此呢他們都會 對方著想 而且對方的成功 他們認為就是他的成功 大家互相都是Wingway 這種雙贏 然後在這過程當中 我們體育署 就是進我們政府 該為與不為的事情 我們拿捏好 讓大家去怎麼樣建議一個 長久穩定可以合作的一個基礎 去打造永續我們最強的中華隊 這件事情 所以今天能夠走到這邊 應該我平常講 是我到去年7月13號到體育署 就任到現在其實是最興奮的 一次的記者會 那我也非常的 那首先跟各位報告 從去年 去年六月 我們郭忠亮 融任這個中華民國棒球協會理事長之後 那在去年 整整去年 在我們台灣棒球協會發生非常多的事情 包括上任之後 隔兩個禮拜 就跟世界棒的總會 簽了12強的 承辦協議 在台灣 之後呢 台灣有各級的棒球 在世界上比賽 包括女子棒球 總共13隊 拿到了前三名的成績 所以我們都恢復了三冠王的 這個年代的榮耀 所以其實也是因為這樣的成績 所以我們在去年的世界棒球排名 又往前進到了